香港中產反貧 這個情況對於很多奮鬥了很多年的香港人來說 是非常恐懼的 因為近年經濟畢竟 然後又看到樓價不斷跌 大哥 自己辛辛苦苦努力了這麼多年 會不會是全包散 經濟下滑是會令樓價下跌的 中產自然因為我的工作穩不穩陣 如果不穩陣的話 我會不會不行呢 首先講一講 因為每個地方都是中產 是一個非常之強大的力量 亦都是整個社會的推動力 因為中產來說 一般來說他們都是收入比較穩定一些 在社會上是受人尊重一些 或者是一些專業人才 另外又有很多學歷 再加上他們的生活比較穩定 培養出來的子女 通常是不會有那麼多情況 有那麼多麻煩事會發生 即是走去做壞人 做壞事 所以中產家庭的穩定 對一個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中產家庭的定義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說 2024年的人工大約15000至45000 就叫做中產家庭 我問15000不算是嗎 15000就隨便一個大學生畢業也行 那就離譜一點 有些人說 大約22500至6萬元的收入 就叫做中產家庭 每個方向都不同 但是現在來說 因為香港到處是離慢著 經濟低迷 樓價下跌 所以令到整班的中產 或者感覺自己是中產的人 都會開始情緒有些焦慮 慢慢向整個社會蔓延 進入了2024年 中產反貧 這個感覺 令到大家 就覺得 必須要嚴肅地面對這個話題 喂大哥 不是吧 這麼辛苦 努力了那麼多年 又自己多厲害 又讀書的時候有些成績 又出來社會打滾了那麼多年 到最後 回到貧窮 不是吧 根據政府2019-2020年度的 平均每個月開支的計算 香港人的家庭開支 平均每個月三萬元左右 如果你的每月開支 比較低那些 就是最低的四分之一 大家每個月開支 家庭開支只有一萬元左右 那麼 較為高那些 就是最高那四分之一 左右的家庭開支 每個月就是五萬九千元 那麼我今天想用一個中產家庭的收入來 去跟大家衡量一下 這些中產反貧的恐懼 究竟是怎麼結構而成的 究竟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如果以一個的家庭來講 我就拉得比較高一些了 因為如果你只有三四萬一個月的話 其實在我的感覺上 如果這個是中產的話 其實達不到某一個階段 因為我想討論 你是能夠買到私房的 你才算是一個中產家庭 如果你只不過還在住這些公共房屋 或者是這個 就是 居屋 居屋一部分人都是有錢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麼高的話 就很難去計算到 所以我拉一個比較 你收入高的 你去計算一下 究竟你在香港 算是收入高的一班 就是中產以上的人 他究竟是不是這麼穩定呢 我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家庭是有七萬元一個月的 那你說七萬元是不是很多 其實不會很多 譬如說做爸爸那個有四萬元 做媽媽那個三萬元 七萬元並不算是一個很多 收入很高的一個算 但是這個一定肯定是中產以上 或者是中產那個階段 那好了 一般來說就不太多 你生了一個BB 就是一個小孩子 那三人的家庭 那因為你都算是不錯的中產 那我們都移民來去 即是移居來英國之前 都是一直租樓 那知道大約是二萬多元一個月 租一間就是你三房 那樣是合理的 那好了 那所以你供樓都差不多 那我計算過呢 如果你是供在五百萬 就是說你的樓可能是七百萬 你給了二百萬手期也好 你六百萬給一百萬手期也好 不要緊 那你供在五百萬 那你供在二十五年 你可能供幾年 那或者十年八年 那你呢 那你每個月 現在是需要供在二萬四千二百元 跟你租樓差不多 那這個是一個中產家庭 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情況 你看到大部分 就是有兩三間房的樓宇 現在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那好吧 那你就 因為我拉樓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你當然 就是你住的房子只有三四百尺 那就完全有另外一回事 便宜一點 好了 我們就算這個方法 二萬幾元 因為我當時和我的女兒 我老婆 我們都是租二萬幾元 一般來說 好了 那你算 當你月入是七萬元左右 那你就供在二萬四千二百元 一個月的樓 好 這樣就佔了你家庭收入的 百分之三十四點五 在香港政府的統計來說 不算很多 那好吧 因為每一個人 有些人 只是爸爸做事 有些人 就兩個人一起做事 那我們overall計 around你的稅款 大約是九萬九千三百元 那你的NPF的公款 大約是一萬八千元 那於是乎你一年 我當你十二個月人工 就是八十四萬 減了十一萬七千多的話 你手上剩下每一年 就是七十二萬幾 你要減 NPF和稅 這個必須要減 你不會放在你的袋裡 好了 那你供了一年 一年 你每個月 因為你剩下就是七十二萬幾 一個月 大概就是六萬多 六萬多 六萬二百二十五元 那就減了你每月要供樓 就是先減稅和NPF 不用理會了 就剩下每個月 你只剩下六萬多 那就減了你的公樓費用 公樓費用 公樓費用二萬四千多 那你每個月就剩下三萬六千元 這個叫做是中產以上的 非常好 七萬元一月 不錯 大家我想都不會認識太多 這些朋友是這樣的 我想要去到 四十歲左右 就是三十多 三到四十歲 這個比較合理 好了 那你三萬六千多元 一個月 我認識有一批這些朋友 好了 那你就因為你有個BB 或者有個小孩 那你就請工人姐姐 因為你爸爸媽媽都上班 那於是 現在工人大概四千多五千元 一個月 差不多了 五千元到你做千多元 這個火食費 這樣 六千五百元 我計他 一個工人姐姐 六千多元 那管理費 水電煤 手機 Wi-Fi 一大堆的東西 加起來 當你四千元 不要太多 那你就每個月 不見了一萬零五百元 那就總共 你由三萬六千零二十五元 一減一萬零五百元 剩下每個月 二萬五千五百多 那你記住 減了你的稅 減了你的NPF 接著減了你的工 樓的費用 再減了工人姐姐 還有管理費 水電煤 手機 Wi-Fi 即是一大堆的東西 手機的工款 諸儀署的東西 那你每個月 就剩下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元 是整個家庭 你記住 好了 那這些數 我們經常計算 這樣就是什麼 每一天 因為你家裡有三個人 再加上工人 那你就大約需要 平均二百元一日 很省的 就叫做 在超級市場賣東西 買一些日用品 還有一些 街市 食品 諸儀署的東西 煮飯 這一堆東西 每一天二百元 你真的 不是很好吃 買兩三塊扒 都八十元 很老實 於是你計算一下 每天二百元 你就非常省 這樣 一個月你就沒有六千元 然後 一個中產家庭 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公保險 因為你要小孩子 自己 和太太 有什麼事發生 你有保險去賠 於是每個月 你要公保的保險 大概是三千元 然後醫療 即是有時候 發燒 撞傷 你都會留在下面 診所看醫生 每次都幾百元 那你平均一個月 五百元醫療費 那就很合理 這個月如果不用用 就留下來 交通費 因為每一個人 你兩夫妻出去打工 每一個人都要幾十元 還有你小孩子 可能要上學 諸如此類 於是乎 每一個月 二千元已經是非常 折劍地用 一定乘不到的士 老實說 教育費 因為小孩子要補習 興趣班 這個相對來比較貴 五千元到一個月 已經不算 因為小孩子是讀師校 讀師校 讀師校就不可能 這個費用大學 搞不成 好了 接著還有 供養父母 一般來說 兩邊都要供 每一邊給三千元 那就不多了 即是爸爸媽媽 你想想 如果有兩邊給 這樣 他都叫做有六千元 個月 再加上一些政府 補貼 他自己的錢 就勉勉強生活 OK 所以三千元一邊 我想六千元是很合理的 這樣 接著還有外出吃飯 即是你們都要 你知道 下午午餐 每人都要一百元左右 現在 要在中環 或者尖沙槌附近 可能是不止的 所以加起來 外出午餐的話 每一個月 大家又要小 五千元 兩邊加起來 兩公婆 還未算 你有機會 有空無事 下午有些同事 說 喝一杯 下午茶 吃個蛋撻 你不算 剛才那些 費用加起來 計一計 六千元超市 公保險 三千元 九千元 醫療五百元 九千元 再加交通費 二千元 一萬一千多 然後教育費 一萬六千多 還有公養父母 二萬二千多 還有外出 二萬七千多 總共的數目就是 二萬七千五百元 好了 其實你剛才 減完水電煤 和手機 姐姐的費用之後 其實你剩下二萬五千五百多 如果你減了 你是負一千九百七十五元 所以你必須要 在上面的費用裡面 減 譬如說 減不要給那麼多錢 父母 減多每邊減一千 這樣你便生存到 又或者 那些小孩子 沒那麼多錢 減回那裡 就好了 學少一點 但是你記住 這一堆錢 是沒計什麼 衣服鞋襪 有空無事 看電影 或者假期 北上消費 然後去旅行 購買電器 有時電視機壞了 又或者你要買手機 或者買電腦 家裡的家電都要維修 買家具 都要 所以一個七萬元 一個月的家庭 你這樣算下去 他基本上 他儲蓄是零 他要很節省 生活 如果你說 不請工人 那就可以 那就要什麼呢 就是要爸爸媽媽 那邊 有人幫你去 看看小孩子 那你是可以的 那你就節省到 節省到有幾千元 那當然 就要自己 洗地 掃地 洗衣 太太或者丈夫 回來 分工合作 那些事情 會比較辛苦 那晚上那頓飯 就是痛苦 就是不知怎樣煮來吃 這個是難度高的 可能你要買兩頓飯 三頓飯 諸如此類 那你不是省得很多 所以 為什麼呢 你煮飯那裡 又再貴一點 所以 現在這些 就算我 計算了 當然了 越是人工低的話 你就要越壓縮那個開支 那你就計算 就是說 我這個費用告訴你 如果你的家庭是在 月入 大約是七八萬的話 你基本上 是沒什麼辦法可以 賺到錢的 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話 這是一般的 合理的家庭 你記住 一個家庭能夠 賺到七八萬的話 其實已經是 過了那個中位數字 所以 你看到 絕大部分的 私樓 購買的人 他是 沒辦法可以賺到錢的 很難有 賺到錢的 受傷 那麼 這個 就是 對這一班的 中產家庭來說 其實他在 心理障礙上面 有五大難關要去面對 第一 就是他的職業 第二 就是供樓 第三 就是培養子女 甚至會 擔心要計劃他 幫他留學 那樣 第四 就是要做好 各種各樣的保險 有什麼事 意外的時候 頂得住 第五 就是要學習一下投資 就是把多餘的錢 來去滾動一下 賺一下錢 當然啦 買樓都是其中一個投資 那樣的東西 你的MPF 都是這樣 於是乎 由於有五座大山 職業 公樓 洗鋁 保險 以及投資 這五座大山 在這一班的中產的頭上 於是乎 大家就會形成恐懼了 那就有不同的心理壓力在這裡 包括是什麼 即是失業 樓價下跌 或者 培養子女方面 遇到什麼問題 又或者 斷工保險 和投資失敗 我們現在逐一逐一 去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每一方面有什麼 的憂慮在這裡 第一 你的職業 會不會失業 裁員或者減薪 這些是衝擊到的 過去一年 或者過去兩三年 就是COVID-19之後 大家看到 金融業 建造業 物業買賣 餐飲 貿易 和有關貨櫃碼頭行業 這一堆 的行業 是首當其衝的 的而且 確實有很多人 在這裡失業 又或者是 不能夠賺到以前的錢 失業的人 或者是很難找工的人 包括銀行家 律師 做一些樓契IPO 大家都知道 職師 又或者是 建造業相關的監督 或者行政人員 建造業的工人 又或者是 專業器材的操作員 餐飲業的高級職員 甚至乎是 餐飲業或者零售業的 中小企老闆 當然 另外 因為香港碼頭 貨櫃碼頭 那個吞吐量 已經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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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十名 第十名 現在有不同的報告 相關的行政人員 物流工人 碼頭工人 或者有些朋友 都是做這些 貿易的 那些盟員 他們的收入 都是一路一路下跌的 或者要轉工 找一份 外面穩陣的工 較為麻煩的原因 就是這些以上的 大家看到 不同的工種 都是非常專業的 如果他一旦失去了那份工作 要找回另一份 類近的工作 並不容易 因為整個行業有影響 由原本的中層 有機會失去了那份工作 之後 他就會跌了 人工可能收入定額一半 去找一份 另類其他 不是他專長的 基層工作 當然一般來說 大家在COVID-19的時候 就看到 甚至乎 你做機師也好 做其他工作也好 突然間你失業了 那怎麼辦 就做Uber司機 如果你有車的話 或者你做的士司機 甚至開貨車也有人 做餐飲業的基層 送外賣 或者去做保安 都有一堆人 那你的薪金就會跌了一大 好了 無論要去轉什麼工作行業 最重要是我們看看 整個香港現在的宏觀環境 我們都看到 今天或者未來的香港 商業大廈的租金 和辦公室的租金 和商店的價值 都不斷下跌 即是告訴我們 整體的商業環境是越來越差 並不是政府的統計數字那麼漂亮 對外的貿易或者內部的消費 都是不斷萎縮 於是中產反貧的憂慮和恐懼 就形成了 陰雲不散 因為你看到周圍的人都 好像不太行 一間公司 因為他們是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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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的 即是你這間公司收不到人的錢 就糟了 那間公司又倒閉了 你又少了收入 即是有一大堆的事情會連著去 就並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大家都嘻嘻嘻都行 現在大家都像你倒閉 骨牌一樣你倒閉 我只是頂著 即是希望政府又借些錢 無息貸款 那間公司現在可能又不賺不到錢 諸如此類很多困惑 在香港所有的中產階層裏面 除了你的職業工作之外 另外第二樣最大的壓力當然就是供樓 在這方面的憂慮就是因為樓價不斷下跌 但是如果你依照每個月還能夠供到款的話 實際是不用太過擔心 如果兩個夫婦一起工作 有一方面不能夠工作或者突然間有什麼意外 那就麻煩了 因為你們兩個人加在一起 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幾 剛才我們計算了 三十七點五度應該是 看看先 好 百分之三十四點五 百分之三十四點五 才是頂到這間公樓 那如果你沒有了這個 嘩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變成你整個家庭的開支是搞不定 因為基本上沒有什麼儲蓄的 你頂到一兩個月都頂不到第三個月 這個就是嚴重的公樓問題 其實香港的中產家庭 從來在公樓方面都是非常慢慢緊的 但是十幾二十年 為什麼都OK呢 就是因為香港的樓宇一直升 喂 公不了 賣鬼了 有錢賺 套錢出來 原住後再租來住 再等時機再買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從來都 就算你的職業遇到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賣鬼了那間樓就可以得了 因為那間樓是一個很大的資產 和它可以度過了很多難關 但是今天的樓價已經跌到十年 基本上跌到十年以前 即是說你過去十年以內賣的 全部都虧錢 你搞不定 那大問題 譬如你三十歲開始 是公樓 即是說四十歲樓下那一班 全部現在那間樓都基本上是虧的 即是我當你三十歲開始有能力公樓 兩夫妻有一個子女 很合理 即是從四十歲樓下一掃 如果你不是家裡特別有錢 又或者有什麼依賴 那這一大堆的人 全部都是背著一個很大的債務 而他們是解決不了的 即是說 你已經要面對一個實際的公樓痛苦的問題 每年的資產 你的房子 其實現在不是正在升值 而是反過來 正在跌 那你回到十年前 可能你輸了二百萬 也可能他輸了三百萬 好了不要緊 總之你這間樓不能隨便賣了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二三百萬 對回來給銀行 所以你賣不到樓 那你就要局供了 所以你的工作不能夠沒有 那麼 好了 如果我們看樓價不會再向上升的話 這個也是我想大部分人的看法 你說樓價突然爆升 這個真是搞笑的事 抱歉 好了 於是乎你又 由三十歲公讀六十歲 公築三十年 那你就叫做有間屋住 住完之後呢 你的兒子就有了你的房子 沒有了 好了 那或者 但你記住 你的兒子等到你八年龜佬 你現在這個 如果你狀態分 做得好些 你可能會九十歲 還有三十年等 他那時候都六十歲 不是怎樣享受得到的 好了 唯一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你有一個穩定的地方住 在過去幾十年 那麼 你呢 但仍然是有個 一直要有個心理恐懼 就是如果你沒有了份工 你就供不到樓 你的人生就完完 所以呢 所以供樓的壓力 一直是纏繞著這些中產階層 好了 另外 有關子女的培養方面 當然現在呢 最麻煩就是 除了說要很多東西去學習 你要付錢 花時間去培育他 之後呢 可能他喜歡 吹日笛 又或者彈琴 那些就 幾千元幾千元一個月 給些學費 甚至乎打下雨無求 現在都不便宜 好了 另外呢 每年呢 如果你說 我要去準備送個子女 去我讀書 那你會計到的了 現在去英國的話 五六十萬一年左右 就是那個費用 那你三年的話 就是百五至一百八十萬 你要預留在這裡 那才可以給他讀書 因為呢 那時候我們送兒子來就是這樣 他要你顯示你的保證金 就是你有這樣的錢 要不然他就不讓你入學 那好吧 那你就算一下 那你就算一下 每一年呢 你要剩下六萬至七萬 你譬如用二十年 合理啊 就是譬如你由三十歲 去到五十歲 就啊 就是你三十歲 開始生兒子 去到二十歲左右 差不多了 那你要生出來 怎樣怎樣怎樣 二十年左右 有二十年時間給你儲錢 那就由他零歲去到二十歲 或者十八十九 諸如此類的東西 就是大概十幾二十年左右 有給你儲錢 去給他們留學 那你就算每一年呢 你平均要儲六至七萬 那就是說呢 每一個月你要儲五千元 同工款 不是工款 同工款 給你父母 就是每一個月的錢差不多 那好啦 每一個月你要儲五千元 一年六萬 十年 就六十萬 二十年 就一百二十萬 算上利息 差不多了 那你就可以OK了 那差不多 你能夠每個月儲到五千元呢 你就可以給子女 所以呢 你想一下 就是 如果你不夠錢 就兩方面 要不就 就 給他去外國讀書 要不就培訓他 本身就有一些的 就是技巧 給五千元每月 他一直不斷培訓他 但是這兩樣 就是如果你兩邊也可以 你就一個很 就是高收入的中產 所以呢 有些朋友就這樣想 我不要了 我就不如留在香港 那些子女 因為現在呢 香港很多的大學 大專院校 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都提供很多很足夠的學位 所以呢 如果你是讀演藝學院 或者讀這個大學 那樣 就省下一些錢 就沒有那麼大壓力了 他都在那裡吃 在那裡住 是不是先 省下一大堆 這樣 所以這裏呢 有壓力 但是不會這麼誇張 另外就是保險和投資 很多人都會買保險的中產 那就以防萬一 工來講 幾千元個月 兩三千元個月 這是必須的 而因為那個保險經紀 他會和你商量 做其他的投資 所以很多人也會把多餘的錢 去買一些債券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這些通常都是透過 保險經紀 有些人喜歡買股票 那樣 各個不同 那在這方面呢 壓力不會太大 但是當然 之前是這樣想的 那個股市 就是相對有點壓力 因為你的NPF都輸 現在 咦 所以好很多 好了 總結而言 中產恐懼 就是五座大山 最核心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 或者你的小生意 還是可以頂得住的 那就 就算你現在看到 香港經濟下滑 都沒有那麼大問題 但是現在現實上 你究竟經濟下滑之餘 有沒有影響到你的工作 有的話 你就會自然去焦慮 因為 那份工作不行 或者你的公司不行 就遲早會找你 那你就搞不行了 好了 因為擔心 所以你就不會隨意消費 這個也是引致到 為什麼香港人 現在 你見到 不捨得消費的 比如晚上去吃飯 不捨得了 不如去茶餐廳算 那聊天 就去咖啡店 就算 不要搞那麼多 以前去酒樓 去大餐廳 越來越少 年輕的有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的負擔沒有那麼多 或者要追女朋友 沒有辦法 所以你要看到 很多中小企 就是那個 應變能力 都是差了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員工本身 那個壓力 很大 令到他們覺得 很辛苦 環境很 壓力很大 那麼 那麼 現在我們談了那麼大堆 這些中產 反貧的壓力 他們的憂慮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到呢 有的 如果你要一次過解決 所有這些中產的焦慮 首先你要知道 為什麼他們這麼麻煩呢 是因為 很多中產 已經高過了 去申請這個 公屋 以及居屋的收入 於是乎這一班 中產就很麻煩 他就必須要面對 去撕樓的情況 而呢 公屋 剛才我們計算 就是二萬四千二百元 都租樓都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於是乎呢 就佔了他的收入的 34.5% 那如果能夠在這裡 釋放到呢 這一班的中產 就可以將那些錢 投入到社會裡消費 令到整個社會的經濟 就黃返起來 那麼 整個社會會 會震興回來 好了 那麼於是乎呢 結論出來都很簡單 就是 只要如果我們的樓價 跌一半 那就不同了 那麼呢 他們就 喂 寄樓又減一半 接著呢 供樓又減一半 供樓減一半 就是什麼 一個月呢 只供一萬二千多元 一萬二千一百元 哇 一萬二元 和二萬四千多 簡直就是兩回事 那你就會多出 你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七 作為你的儲蓄 或者其他的支出安排 哇 這樣做 很開心 對不對 好了 所以呢 整個的問題 你看到香港人 之所以 生活那麼結局 那麼慘 那麼痛苦 又或者中產 很害怕 反貧 那麼憂慮 原因只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 樓價實在太高 如果樓價能夠跌了百分之五十的話 其實中產反貧這種憂慮 就可以大大減輕 那麼 兩夫妻就算是 譬如說 真的好不幸 其中有一個 就被人炒了 或者失去了一份工 找一份再便宜些 那不要緊 為什麼呢 你失業少了 但是呢 你那個 供樓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你是還定得住 還可以有段時間 你再慢慢爬上去 但是如果 你不是的 過多月都沒有錢 那你就會痛苦了 一失業 怎麼搞 真的搞不定 所以呢 在這條數這樣計 就很清楚看到 香港的樓價 就必須要下跌 大約百分之五十 這樣才可以 將這一班的 中產的分子 是成為 香港的中堅分子 他們不用想來想去 因為 在香港 可以安安心心 這樣才能夠安居落業 不怕跌回去 貧困的階段 所以呢 整體來說 我經常提倡一件事 或者我也認同 就是 香港的樓價 是要跌一半 在現在這個階段 跌一半 那 你就 會發現 其實 這樣跌一半 有什麼人受傷 最受傷的就是 那些地產商 他們原本已經是 盆滿盆滿 現在攬著很多民業 那好吧 你跌一半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會輸 然後 其實他們一樣 照樣賣地走回 沒什麼所謂 所以今天 例如我們說 一萬四千元一呎 左右的日出康城 如果你計一計 建築成本 其實三千多元就夠了 肯定夠了 地面的樓價 賣地的時候 如果你賣千多二千元一呎 那 喂 加起來 你就五千元到成本 一呎 那你賣七千元 你有足夠的利潤 那些地產商 你不要這麼誇張 賺這麼大 是不是先 賺十幾二十個百分 還想怎樣 那樣 那地產商已經有合理的利潤 那樓價就可以回七千元一呎 那你的樓價就可以減一半 哇 差很遠 我買過五百呎 即是 實用面積 那都是三百五十萬而已 那我給了五十萬做 首期就是供三百萬 供三百萬 供三百萬和供五百萬是兩回事 現在的香港就是因為 大家樓價太高了 從而令到這些中產 非常之困苦 那經常恐懼這個中產反貧 因為經濟不好 但是如果樓價跌一半 事件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解決 所以大話派計數 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要消除香港 中堅這些的中產家庭 反貧的恐懼的話 和他們的憂慮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一招了 家庭的供樓情況 樓價減一半 這樣就可以全部徹底解決的問題 我相信中央是知道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一直以來呢 希望慢慢移動 將樓價跌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你回到七千元一呎 其實還比馬來西亞 曼谷 甚至日本 台灣 還是貴的 你不要經常站在全世界最貴的那裡 這樣香港人的壓力很大 好了 這一集就跟大家說了 香港中產反貧的憂慮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希望你也有表達你的意見 究竟你是不是中產 你是不是親戚朋友都是中產 你可以看一下 我計算的數目對不對 或者你說 喂不是啊 資質更多些 不會再爆了已經 好了 希望聽到你的意見 留下你的意見 和劉迪堅一起討論一下 記住 點贊和訂閱 Thank you 拜拜